跟總共走在同一個時間在一起 誰的邏輯到底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為什麼講邏輯那麼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看到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媒體 他們都用一種世事而非的邏輯 台灣人的邏輯不應該這麼差 為什麼會這麼差 就被官僚體系把它摧毀了 他每次跟你說謊 說習慣 你就覺得說好像說謊是對的 就是這樣子 那就隨便找一個事情來逗到這邊 就是這樣 你就認為它是對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目前台灣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說很多時候我們試著 可能應該要用更多的那個部分來看 時間的關係 時間沒有什麼關係 時間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想最後給各位看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採訪 這也是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發現新聞 看很多新聞事件的時候 不是只有單一個面牆去看那麼簡單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我那時候很久2007年那時候做了一個跟垃圾有關係的報導 跟垃圾有關係的報導 那我覺得垃圾非常有趣 因為垃圾其實它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部分 一個產物 垃圾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做垃圾的一個報導 那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內部的垃圾山在移除 移除很久了 那我們每天上班都會進去那邊 我覺得垃圾山非常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就想要 對 想要做那個垃圾山 垃圾的那個專題 那任何一個事情我們想說 好那垃圾到底是什麼 每個人對垃圾的定義不同 對不對 也許 也許在座的有的人覺得垃圾 垃圾我就知道我的前男友就是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這樣定義 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定義 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任何人一樣的定義 那什麼是垃圾 也許對你來講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可是對別人來講是有價值的 當然都有可能 那當然有很多recycle的那個部分 我們去做 做任何一個思考的時候 事變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先去定義它到底是什麼 好那現在當然我們不是要講人 講真正的垃圾 好 那我們就開始去做那個部分 然後就開始去思考 甚至到目前為止 我曾經在大陸 中國的廣東 桂雲 有一個地方叫桂雲 那個地方他們專門在做 電子零件的拆解 電子零件的拆解 那為什麼拆解那個電子零件 因為裡面有很多硅金屬 然後開始用酸去把它洗 硅金屬洗出來 裡面可能有白金跟黃金 我看到那個部分 然後看到一張 好像是路透社拍的一個照片吧 整座的廢棄的跟山一樣 我看到 當你看到這個部分 你想到了什麼 我想到第一個 就想到二人溪 台灣的二人溪 其實像中國現在在複製的是中國 台灣走過的路 所以因為我想到那個部分 我想說好 那我想要去做二人溪 看看他們之前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來 花一點點時間來看一下 謝謝 你們兩個人 黃金的 黄金的 小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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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小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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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 是台灣在路金屬力最新盛的時期 每天衰息出來的黃金 高大4,000兩 甚至讓台灣一度要生全球最大的黃金出產國 在兩例的挽回收入底下 其實暗航至今依久回響無業 對這些在海邊土生土早的當地人來說 熟悉的童年場景如今變得格外陌生 這裡原本有豐富的漁產跟略帶鮮味的海風 如今卻成為了無聲氣的廢棄吞場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打塞得機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在一種陰影的地方 一種痛碎的地方 那些塞得機也在臉上 這個地方就是在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這一半最多 在這個第三個最多 另外就是一個分子 對相當香港啊 保存一個分子 其實從堆滯在岸邊的飛電路板 還真的看出科技發展的危機 繼續往上游走 電路板從陶瓷進化成為PCB硬刷電路板 短短幾百公尺的水路 同時見證了科技進化的快速成長 與人類智慧的原地踏步 你衝動什麼環境 時間久了 環境會還給這塊土地一個公道 那我們一直在破壞我們的土地 破壞我們的河流 當然最後我們的河流我們的土地 把整個你所給他的壓力 他完全反覆給你 這個片段 我是想跟各位談的那個部分 尤其是比如說我們在講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需要看到我們所看到的素材 我記得我在二人系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電路板我家還有一塊 我剪了一塊 因為我覺得那是見證整個歷史發展的軌跡 那PCB 當我在順遊而上的時候 逆流而上 往那邊走的時候 一看到的時候開始改變 真的最早那邊就是那個陶瓷板 然後開始就變成PCB 印刷電路板 越來越進化 其實我印象非常感觸的是說 科技你可以見證到科技在發展 可是人類的智慧呢 真的是在原地踏入 才會做這種事情 不斷地傷害你那個環境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在做報導的時候 或看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要去把這個部分 去把它弄出來 到時候你講故事的時候 對你來講 你要去講那個素材 對你講故事的時候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素材 去傳遞一個概念 甚至你要去談一個所謂的 你要支撐 變成一個很好支撐你論述的一個方式 好 那當然我在一系列的那個部分 包括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給各位看 我包括我甚至去找 大家都不喜歡垃圾 那有什麼人喜歡垃圾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還蠻有趣的 到底是誰喜歡垃圾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找到的是 專門在做垃圾研究的 其實台灣有人在專門在做垃圾研究 包括 我之前有一個同學 我研究所的同學 他是在 之前在ACNAS裡面 他們曾經在做一個垃圾的研究 他們接受委託 去翻垃圾 他們要分析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垃圾是人類文明的產物 你會洩漏出一些你的使用的習慣 跟你生活的樣貌 你可以還原回去嗎 垃圾為什麼可以還原回去當時候的樣子 就如同剛剛那個電路板 你可以還原到說 那時候的科技是怎麼樣 陶瓷板它的環境是怎麼樣 印刷電路板的科技的發展進程又是怎麼樣 同樣的 如果從他們在做的調查裡面 比如說這層樓看到很多怎麼有很多披薩的那個盒子 每天都有 你就可以開始去還原說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為什麼每天都在吃披薩炸雞 可能他們在有些 你可以去分析說 也許他們是業務單位 為什麼 時間 他們都要交外賣 或者是說慶功 達到某一個標準 他就會 打外出的 對都有可能 其實你從那個產物 你可以去還原到它的那個 回顧它的那個部分 好 如果用這樣的概念 有趣的東西來 垃圾山 堆積那麼多年 有趣的東西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